嗨 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是我的Danny 又到了最愛的時間了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聽不聽得到 外面現在在下的滂沱大雨 我希望你們聽不到 我盡量把相機拉得近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聽得到我講話 而不會被就是雨聲給淹沒 今天的雖然非常的長 所以準備好吃的東西我們就來開始吧 首先呢這項產品呢 我找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就是Dior他們家的 Dior Skin Forever粉底液 然後我的色號是20號 為什麼會說我找這個粉底液找很久呢 那是因為對我來說 要找到一個很好用的粉底液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皮膚是乾肌 我很容易脫皮啊或者是有乾皮在臉頰 鼻翼兩側甚至是鼻子的位置 很多時候試一個粉底液 我很快就可以判斷出 它是不是會卡在我的乾皮上面 而且常看我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很喜歡介紹氣墊粉餅啊 或是BB霜這類的產品 但是我很少介紹粉底液 但是因為乾淨粉餅跟BB霜 本身的質地就是比較保濕 所以我一用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知道說 這個到底適不適合我的膚質 粉底液這個產品呢 又相當的貴 所以我不想要買到一個很貴的粉底液之後 回家就不用了 所以我其實花了很多很多力氣 跟很多很多時間去找一個 我認為完美的粉底液 然後呢直到我碰到Dior 那Dior的話我一到櫃上 我試了他們兩款到三款的粉底液 每一款都非常的好用 而且是一上在臉上之後 我的乾皮就不見了 我的毛孔就不見了 而且是整個妝感是非常的自然的 如果你們看到我現在 我今天上的就是 Forever這一瓶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的額頭啊 或是下額這些地方 我都沒有上任何的蜜粉 所以這個就是它很自然的妝感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自然肌膚的感覺 而且Forever它的遮瑕程度算是中上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很介意 就是有很多瑕疵的話 我覺得Forever很棒 最令我喜歡的呢 是我很喜歡它一整天下來 可能好幾個小時過後的妝感 就是當那個粉底液慢慢滲透到你的肌膚裡面 然後它跟你的皮膚就是合而為一的感覺 很多人看到我就會說 欸Dior的皮膚好好喔 其實我底下都有用一點Dior的粉底液 而且我等這一瓶等了很久 因為它也缺貨缺很久 只要任何需要粉底液的場合的時候呢 我一定一定都是用這一瓶 當我第一次使用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我就一心想說 哇這個一定會紅 因為這個產品真的太好用了 那就是CLEAR他們新推出的柔霧唇膏 這是他們家的Mad Matte系列 通常霧面的唇膏會顯唇紋啊 或者是讓你的嘴唇開始就是乾裂 但是他們家的塗在嘴唇上霧面的同時呢 它會遮住你的唇紋 然後會有一種類似毛玻璃的感覺 然後你們都知道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種就是唇膏的感覺 它現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幾乎跟碧雅 04號差不多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如果要我推薦的話 我私心的最愛就是 我自己超級愛的顏色 是06號 然後你們一看就知道 會說為什麼我喜歡這個顏色 有沒有 有沒有鬼打槍 它是一個燒焦的乾燥玫瑰帶紅鑽色 就很像那種打網球 會有那種紅土地 或打棒球會有紅土地的那種顏色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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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看 就是它塗起來很有個性 我覺得CLEAR他們這次非常非常的有勇氣 因為我覺得這幾個顏色都是屬於比較時髦的顏色 直接去那個康斯美試用在你的手上 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今天會介紹的唇膏其實很多喔 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REVEL他們家非常經典的黑管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是637 叫做Blushing Nude 這個顏色啊超級無敵好看的 你懂的意思嗎 又是我很喜歡這種帶點土色的乾燥玫瑰色 它是一個比較紅土色一點的乾燥玫瑰色 跟剛剛我介紹的05號 跟剛剛介紹的這個Mad Math的06號 擺在一起 有沒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喜歡的顏色都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這個Mad Math它再帶點更多紅土色 然後這個你可以看到說它是比較帶一點點咖啡土色 REVEL它這一支呢 它是屬於比較光澤感的 然後塗在主殼上 它不是那麼的就是實色 你可能要塗到兩層到三層 它才會完全的飽和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我覺得這個顏色 比想像中的還要實差 意味著它搭任何的妝感 任何的造型 我今天的任何穿搭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想像中還要百搭的一個顏色 最近呢這個我都把它放在我的小包包裡面 就算我出門忘記帶唇膏 我至少知道說我小包包裡面永遠都還有一支非常非常百搭的 接下來呢這個顏色呢就是我嘴唇上的這個顏色啦 這個其實是一個唇釉 這個是1028他們新推出的天生完美 淨光唇釉 那這個顏色是 0... 我把盒子放在這邊 03號 03號 因為它這個上面沒有貼就是色號其實挺麻煩的 03號是艾佑裸眉色 這個顏色我真的超超超超超超無敵愛的 你們可以看到我嘴唇上這個顏色 它的質感不像是很多唇釉啊 或者是唇蜜 是有一種油油亮亮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家的唇釉呢 講明白的就是唐衣的感覺 你知道就是那種印唐 然後它有一層唐衣的感覺 或者是那種靜光的那種甜點 你知道有些時候你去那種高級的甜點店 會有一種甜點它外面裹了一層像那種彩色的那種果凍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感覺就很像那樣子 它完全不會黏膩 而且我覺得它最好看的地方呢 就是它整個妝感非常非常的討喜 他們家其他的顏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這個顏色呢 我真的覺得是每一個女孩子一定要擁有的一個顏色 我那時候朋友跟我借唇膏的時候 就拿這一支給他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這一支是就是 不管是大人啊或者是小孩啊 初次見面的朋友都會很喜歡的一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算是基本款中的基本款 我覺得最近所有的廠商推出來的眉毛產品 都越來越好用 這個是1028他們新推出的眉膠粉 我對不是歐美品牌的眉毛產品 非常的沒有信心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說 我不喜歡太多辣的感覺的眉筆 我會用Madealine的3D時尚眉膠牌 我會用colourpop的眉膠 我會喜歡用眉膠 但是當1028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我其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試一次馬上一筆就覺得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顏色很足 而且它很有延展性 而且你就是稍微真的推開來 暈開來之後呢 它真的就會有一種眉粉的感覺 它呢是一個雙頭的色肌 這邊呢是刷子 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斜角的這種眉毛刷 然後另外一邊呢你轉開來 它這個裡面呢 就是坐在這個蓋子底下呢 就是他們家的眉膠 所以有大部分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拿後面這個刷子 然後這樣沾進去 然後就可以勾勒出你的眉毛 那這個眉膠筆呢 它的優點就是我覺得它非常持久 畫起來很好看 而且你可以畫出現在很流行這種 很俐落的歐美的眉毛 其實我這幾天的眉毛 或這幾支影片的眉毛 我都是用這個畫的 但是也因為它是眉膠 所以通常我覺得啦 需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去練習使用這樣子的產品 要不然通常你一筆下去可能 你會覺得說 哇我怎麼一下手下太重 但是其實你好好就是 把它給就是拉開來 暈開來之後 其實那個整個妝感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不用太擔心 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呢 我在介紹怎麼使用這樣子的眉膠產品 或是屬於這種眉膠筆的產品 好彩妝品大概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人詢問 超級多人詢問的產品 不管是我的instagram的私訊小盒子 或是我剛剛推出的那支影片裡面 好多人都在問 那就是泥鏡斯他們家的毛孔清潔泥 到底好不好用 然後呢我這邊有他們家的三步驟 第一步驟是清潔泥 第二步驟是這個粉刺溶解精華 然後第三步驟是他們家的換膚霜 也就是他們的拋光霜 我覺得他們家的三個產品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有非常多訂閱者啊 然後甚至是youtube的朋友們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 欸Danny 我用了這一個我覺得很好用 或者是我用了這一個很好用 當然如果你想要分開用也沒有問題 可是我個人呢覺得三個搭在一起 用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我忘記講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除粉刺以及清潔毛孔的產品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我是怎麼使用他們家123步驟的話 我會把影片牽到這邊 然後你只要點一下旁邊這個i 你就可以看我實際是如何操作這個的 用了這個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我的毛孔變得比較細 比較小 而且粉刺也感覺比較少 我有拖苦哥下海 然後試用在他身上 我覺得效果非常非常的明顯 一樣呢這支影片呢 會跟你們詳細分享我當下使用的心得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欸Danny這個清潔泥跟Kiehl's的白泥 喔他現在坐在那邊好遠喔 有點懶得拿 Kiehl's的白泥面膜誰比較好用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非常不衝突的產品 因為白泥面膜敷起來是非常的溫和的 我覺得他是可能那種三天啊 或是一個禮拜敷一次都沒有問題的面膜 因為他的整個質感非常的溫和 非常的舒服 然後敷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說你的毛孔變得很細緻 皮膚變得很好的感覺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喜歡Kiehl's的白泥面膜 你們都知道 但是尼盡斯他們家的面膜呢 他是屬於比較強效一點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就是強效的就是 除你的粉刺 然後消除你的這些就是出大毛孔的話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強效的 也就是說這個我可能 建議你一個月只要用一到兩次 不要太誇張 但是我覺得那個Kiehl's的白泥面膜 算是比較適合就是 每個禮拜維持一下你的肌膚 然後這個就很像是強大的吸塵器 然後把你的粉刺給吸出來的感覺 接下來呢是一個保養產品 然後這個保養產品算是我覺得 這一兩個月用下來最有感的一瓶精華 然後這個是Lacto Skin他們家的修護凝露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成分呢 是一個成分叫做粗乳生態 也就是說他從就是可能 剛生完小孩的就是母牛裡面的那個牛奶 他第一次產的母乳裡面萃取出來的一種生態 我是還看不出來說這個生態 跟其他的生態的差別是什麼 可是就我目前使用下來呢 我非常非常喜歡他的質地 他的質地就跟他講的一樣是屬於比較凝露的感覺 所以你滴在手上的時候 他推開來的時候是一種很柔滑的那種 很像baby的屁股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他滲透的很快 而且是我這一兩個月用起來 我覺得使用起來我的皮膚有明顯的感覺 更好的一個精華 那他裡面就是除了生態 生態就是可以抗勞啊 防止皺紋產生 他裡面還含可能EGF這種比較在身修護的一個成分 然後當然他好像有含玫瑰 所以他有一些玫瑰精油精脆的感覺 所以雖然是一個大家可能比較少聽過的品牌 可是我覺得用起來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他們家的Slogan就是專門設計給米若基使用的 所以你如果 如果你是特別容易就是有過敏反應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參考一下他們家的保養品 好我知道這個影片已經夠長了 但是呢我還有兩樣東西要跟你分享 這個呢算是也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產品 這個是奧寶的一分鐘菊油 然後呢我以前一直都沒有用這個產品 直到就是最近我的護髮霜用完了 然後我就找到這一瓶 這個是我之前在香港買 但是一直被我生長在某一個角落 然後我終於把它挖出來用 我用一次我就覺得我的頭髮整個變得很滑順 然後感覺很健康的 你知道那種很豐盈啊很健康的感覺 他最棒的地方呢 是因為他這一瓶很便宜 我每次用的時候呢 我都很捨得就是給他厚敷到不行 我就給他整個包在就是這個護髮具油裡面 然後完全不會心疼 因為你知道我都 我把我頭髮漂白然後重新染了之後 我的發味就整個就是 慘不忍睹啦 可是我覺得因為用了這個之後啊 然後我覺得整個頭髮的整個質感啊 沒有差太多 因為染了之後通常頭髮是會越來越糟 越來越糟 可是我覺得他算是維持的非常的好 你還看得到他還是蠻健康的 所以這一瓶呢我才短短好像一個月 他最近幾乎被我用完了 所以他已經大概直到這邊了這樣子 好就是在進入就是不是美妝產品之前的 當然要介紹指甲油 指甲油呢我最近最愛的顏色是這一個 這個是Annie他們家的 欸超寫的名字嗎 有 514號 叫做HOT TO HANDLE 這個顏色呢你們一直在問 我前一陣子塗這個顏色 我的小盒子就會 大家會問那指甲油是什麼顏色 就是他 這是Annie他們家的514號 那他是一個金色的偏光色 也就是說他主要看到金色的 可是你如果稍微給反光的話 他會有一點就是粉紅色跟紫色 再帶一點點就是青綠色的偏光 超級漂亮的 這個顏色你可以單擦大概一兩層就會飽和 要不然我習慣就是底下定一層比較快乾的 很濕的金色紫彩 然後呢再疊這個一層 他們疊差的感覺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夏天真的太適合塗 就是金色的指甲油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找一個 比一般金色的指甲油還要再更 特別一點的顏色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找這個Annie的514號 非常非常的好看 絕對不會後悔的 好然後我的美妝上保養產品介紹到這邊為止 接下來呢還有當然當然 我覺得最近我每一次就是 就是最愛一定要介紹一下 那就是我最近很愛玩的一個遊戲 I know我知道你們上禮拜我介紹遊戲 這個禮拜我也介紹遊戲 可是這個遊戲我真的必須推薦一下 這個遊戲呢叫做Time Locker 然後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它就叫Time Locker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射擊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我本來對這個遊戲其實是 一點興趣都沒有的 因為我很喜歡玩 可能類似比較劇情的啊 或是稍微抑制一點的遊戲 我對射擊遊戲通常是 通常我幾乎不會玩射擊遊戲的 然後呢我朋友上次就開這個遊戲給我玩 這遊戲真的太好玩了 為什麼它雖然是射擊遊戲呢 但是呢你可以控制你的時間 也就是說你有點像是 你知道那個駭客的任務 然後你不是可以知道是 就是裡面那個男主角 不是會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慢動作嗎 這個遊戲呢就很像那樣子 你一定要玩了你就懂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跑快點往前的話 就是前面的那些 就是可能一些小動物啊 小怪物啊 跑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加快 你以為你快死了 但是你其實只要倒退 你就可以閃過一些東西 所以你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緊盯著前面 前面的一些障礙 你是四面八方的障礙 你都要注意的一個遊戲 非常非常的好玩 而且玩起來不會有壓力 因為就是 你看你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配色玩 當然它還有一些boss在追你啊 或者是什麼 可是基本上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容易入門 但是又很有趣味性的一個射擊遊戲 如果上個禮拜我介紹的那個卡蜜兔 你已經破不了觀像我 我覺得你可以去玩Time Locker 因為Time Locker 算是一個非常容易 非常好耗時間 然後玩起來也很有成就感的一個遊戲 然後最後呢 我想要最後一部電影 然後我知道這一部電影 就是去年已經紅半 就你知道紅半邊天 可是呢你真的本人呢 就是一個非常傲嬌又便扭的一個人 如果大家都很愛看 然後就大家推到爆我 我反而更不想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非常 只有這種很便扭的地方 所以去年當新海誠他新的電影 你的名字推出的時候呢 我反而就是有點像是 沒有特別想要那個時候看 不代表說我不會看 只是沒有想要那個時候看 六月的時候呢 我跟我妹我們兩人 就決定說要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跟你說 我小小的心臟 喔 那部電影真的是我無話可說的好看 我對我來說 新海誠的作品就是 像是秒數五厘米阿 那種感覺就是非常 它是一個很小品的一個作品 你知道嗎 劇情的風格都是屬於 比較內斂 你大概看的時候好像是平平的故事 但是其實後進很強 在我心目中的新海誠一直是這樣 那當然他的作畫風格就是 無話可說就是美詐了 很意外的你的名字的劇情的走向跟風格 然後節奏都是屬於 我覺得比較主流一點的劇情 也就是說 他對大眾來看 就是大眾任何人看都很有感 然後很快就可以pick up的劇情 那其實你的名字的劇情非常的精彩 然後大概三分之一的時候 他都還在鋪梗阿 然後大概三分之一之後呢 完全沒有任何喘息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那當然它是一個愛情故事 所以你知道這部電影我看 這部電影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就哭得超慘的 因為它裡面真的太多很感動 然後也很可愛的橋段 它不是那種就是你知道肝腸寸斷 它就是那種 喔好可愛喔怎麼那麼感人 一個阿姨就會說 喔這是高中生好可愛喔 心情再看 可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還沒有看新海誠的你的名字的話 我強烈推薦給你們看 它算是我近幾年來我覺得 最好看的一部電影 就是不誇張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是一部後進也很強 然後看第二次 第三次 都還是非常的有感覺的一部電影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這一次的最愛 我知道這個最愛真是無敵一場 可是我知道你們很多人很喜歡看很長的影片 所以希望今天也有滿足到你們看長影片的 就是你知道渴望 好啦照我過來這邊 有的INSTAGRAM在這邊 所以我會等你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同時我還有FACEBOOK 我大部分的限制動態呢 我都在PO在INSTAGRAM 所以你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不過想要看一些就是靈靈扣扣的生活大小事 每個禮拜天跟每個禮拜三固定在我的頻道 都會有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紅色訂閱鍵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按旁邊這顆泡泡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要開鈴鐺 我把我最新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還有兩支影片可以看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